不是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意思 离个婚呢 那还是朋友呀 非凡管 亲爱我吧 没迟到 坐那儿 到上 来 我不喝酒 开车呢 那行 那你喝点盛制 那你来我这个吧 你的 得动过 好 就我们几个呀 你还想有谁呀 你那林黛玉呢 算了吧 回头哪句话不对付再哭一鼻子 某些人还得哄去 影响气氛 人都齐了 来 碰一个 给中原压压镜 来来来 走一个 来来来 碰一个 你赶紧的吧 忘了在交警局的怂样了 还不赶紧给盛南说两句好听呢 来来 国电 给你点个赞 对对对 手动点赞 忙 换谁我也会这样 真不是上单 就你那个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 然后触遍不惊那劲 佩服佩服 没错 不惊一世 不知一云 周原 你那个 除了这儿就知道哭 我们可真心看不上 不过也理解啊 人和人性格不一样嘛 不过他怎么就连个罚款 都舍不得给你交啊 那点罚款你说谁会舍不得交啊 我估计他是真没带钱 谁包里还没几张信用卡呀 人交警大队能刷卡 顾月儿 我刚跟他认识了 刚刚在交往 你知道吗 这个财产啊 私密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 你更何况人 你小女孩是不是 有点防便心理 可你理解 我看呀 你就是调那韩文文的迷魂阵里了 他干嘛你都能理解 干嘛呀 眼皮子出金啊你 爱吃的菜来吧 快快快 都别动啊 都别动 我消个毒 辣吧 喝个饮吧 笑一下 开吃 好 很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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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好好休息 看你挺累的 昨天吧 局里带一酒 今天诊所忙一天 晚上再喝点酒 真觉得体力不支 行 回来之后再喝点热水 人一过三十 明白啊 明白 明白点啊 我帮你回来啦 正好 你这个点了还坐这桌子干嘛呀 我特意为你做的 还有咖啡呢 你先去洗手啊 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咖啡拉花 好看吧 好看啊 我今天刚学了咖啡拉花 你快尝尝吧 我吃过饭了 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吃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现在这一点都不饿 那个 接着这 你 你没吃饭吧 来来来 你坐坐坐 我陪你吃 我陪你吃 行不行 来 那 那你 那你把咖啡喝了吧 咖啡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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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吃不下也喝不下了 真的 没骗你 不是 你尝尝 真的很好喝 我今天刚学的 我现在一口都喝不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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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干吗还生你气啊 什么事至于吗 那你咖啡也不喝 西餐也不吃 那这些我都准备俩小时了 师父 不是 抱歉 抱歉 我真的今天吃饭 我忘了告诉你了 你这让你等那么久 真的不饿舌 不饿舌 但我 我现在 我真是一点都不饿 而且这个点我已经困了 你知道 那困得正好喝咖啡啊 什么 文文 咱们得讲道理啊 我 我困成这样 我再一杯咖啡下去 我这一宿睡不睡了 我明天再去诊所 你说那么多患者等着我呢 我这 把人牙好坐了 你这我喝咖啡就不讲道理 那你陪你前妻喝酒 就讲道理了 谁 你前妻啊 过月都发朋友圈了 我不是 不是 文文 这是两码事啊 什么两码事啊 这是一码事 我不管 你陪她喝酒 就得陪我喝咖啡 行行行行 别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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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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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文文今天 喝不喝 喝 喝 好喝吗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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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这边用了陪你 不 不 好啊 这又听人家说什么了呀 一进家门又运气的 多怪你 不着急要孩子 现在好了 吃老亏了 你这以要房子为目的的生孩子 你这太功利了吧你 这现实的问题就摆在这儿呢 人王大爷家就因为读天理小孙子 就能多分一人头的钱 我就不信 你听了这些你不憋气 多大脑袋顶多大帽子 你想人王大爷家那儿子媳妇 可都在工厂工作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 你可不就只值这点拆钱款吗 好了好了 媳妇啊 你别想那么多 你赶紧做饭吧 我一会儿还上班呢 不做 没心情 那你没心情做饭 想干点什么呀 你说现在生 我是不是也来不及了 你醒了醒了醒了 谁跟你现在生啊 我是让你现在赶紧想想办法 能不能多分点拆钱款 从上次拆钱通知下来 我就跟你说 让你想想办法打听打听 你打听了吗 你想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没想呀 可我想破脑袋 我也没想出来呀 而且我还让这中原帮我想呢 但人家说 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做人 你该分多少你就拿多少 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 你老听李中原的干吗呀 你自己干吗吃的 你打男人这点办法都想不出来 行不行 不是 郭月 你说事归说事啊 你别上纲上线啊 谁上纲上线了 我说的是实 自己在家想吧你 你怎么办呀 我照是惹谁了我啊 从上次拆钱通知下来 我就跟你说 让你想想办法打听打听 你打听了吗 你想了吗 那根就不走没根筋 李医生 您在这儿啊 怎么了 您快去看看吧 您刚才主刀的 四肢溜床的患者 刀口出现了肾血状况 什么啊 您快去看吧 患者的家属正在闹呢 正好院长又在寻查病房 您快去吧 周围 林大夫 你怎么能犯这样的 低级错误呢 我 我说 我 我不知道 什么情况 具体 你不知道什么情况 可见你做手术的时候 根本就没用心 病人术后出现肾血情况 不是消毒伤口不到位 就是内有没许出来的义务 周围 我现在去处理一下 不用了 我会派其他的大夫 去处理的 你这两天停止上台 等候院里的处理决定吧 立龙 我刚上班 您看能说你出事了 你出什么事了 我能出什么事啊 还不是因为你 我 拆迁款 拆迁款 一天到晚拆迁款 以后你就跟恰恰管过吧 林一龙 你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什么意思呀 我要跟你离婚 你 你混蛋啊你 我借你俩膽 第一步 和面 饧面 完成 第二步 大醋 豆浆 完成 第三步 倒油 豆浆 豆浆瘟面 袁晓楠 没你想有我 照样能吃上豆浆瘟面 老板 天哪 你做什么呢 这么呛 豆浆瘟面 你去外面待会儿啊 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这东西多油腻啊 一会儿让你尝尝啊 好吃 好吃你就不觉得油腻了 你这味我就觉得饿意 这么缺德呢 用完醋不着买吗 怎么 没事 那个醋就用完了 主任 你 你帮我看我 别让他烧干了 我去买一会儿醋去 多麻烦呀 你做 我做点别的给你吃 我弄一上午了 我 我太吃这口 你帮我看一下 回来了 买皮醋真不容易 你做什么呢 营养餐 我的面呢 乐乐 我 你干吗把我面扔了 我 我折腾一上午呢 豆角焖面 我爸 你吃的那个东西太油腻了 那你以后得脂肪肝怎么办呀 我跟你说 我给你做的这个 一点都不油腻 保证健康的吃 我就要吃我的豆角焖面 我不爱吃那兔子餐 那这怎么是兔子餐呢 这是营养餐对身体好 你老吃豆角焖面 豆角焖面 是不是因为她是袁胜男拿手的菜 面里面有你前妻的味道 不是 你说你 你 你这哪儿跟哪儿啊你 你好好反省你自己说的话 什么时候反省完了我什么时候再回来 我就不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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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把我怎么着 午饭啊 你看 午饭我都给你做好了 你乖乖吃啊 我得赶紧去上班了 辛苦了 为了你 多辛苦我的原因 你好好吃 我上班了 走 来 老子说啊 离婚这事 当时挺过瘾的 你着急摆脱集中营的生活吗 现在想来啊 确实有点前考虑 所以啊 离婚这个词你不能随便提 尤其是你跟郭月 是 离婚它就是万不得已 没走到那一步 是吧 离婚 离婚呢 离什么婚 拆迁款在这儿啊 你跟郭月离了是不是 两户了就 多一份拆迁款啊 这事儿落我身上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离 离了吧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是福尼 是福尼 李仲淫 李仲淫 你为什么把我给你做的菜倒了 什么 你为什么把我给你做的菜倒了 废话不到我吃什么 你也没吃啊 所以我倒了呀 我问的就是你 为什么把他给倒了 你用我喝酒去了呀 你连个喝酒都不愿意吃 我给你做的菜是什么 不是 你那做的是菜嘛 我就爱吃扁豆焖面 扁豆焖面我最爱 扁豆焖面保平安 他对你来说就是一碗扁豆焖面 他对我来说 他说那不是扁豆跟面的关系 扁豆焖的是寂寞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 是没有灵魂的 好 李仲淫 跟你的扁豆焖面过去吧 怎么了 扁豆焖面我最爱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你怎么了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你怎么这么早来了 你快来 我给你做了扁豆焖面 你做的 我之前不会做这个 昨天晚上临时上网查的 我没想到这个这么麻烦呀 我这到了一晚上 我之前不会做这个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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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 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明知道你爱吃还不让你吃 别说了 赶紧吃吧 一会儿真凉了 来吧 坐吧 尝尝我坐吧 怎么样 好吃吗 不错 另一种感觉 好吃就行 以后啊 这扁冬焖面你可以吃 但你不能老吃 还是得营养搭配着吃饭 中一个 听我的 那以后你的食谱 都由我来安排 行 我去看看你的厨房 还要添点什么东西 这姑娘是与脆为劲的啊 减肥也不利点都不吃 你少吃点 我说我太胖了 那我就吃点菜就行吧 胖了这都再点 多会儿找 林医生 林医生好 那那个霍姐 我们几个先过去 你们俩聊 给我留个位置啊 好的 好的 好 拜拜 拜拜 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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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大人 还生气呢 我生什么气 不离婚吗 走啊 民政局 你别这么说 你这么说 让人听见多不好啊 我怎么出去说 你走哪儿 你走哪儿都不去 跟你没话说 不是 我正经事跟你商量 您跟我商量什么呀 您主意多正啊 宅剑的事 你听吗 听 什么说呢 是矫情了点 我生活能力也差了点 人家一门心的想着你 是不是 管你 原上能管得松吗 你不就想找一管 松快点了吗 行了 人家不行 你就二伙的不错了 有多少好点 来 知道 来 小悦 那个 约十点那病人到位到啊 好 三号啊 三号 假离婚 你干吗这么大动静 你生怕别人听不见是吧 谁没事偷听咱俩说话 这谁的主意啊 还能有谁 李中原呗 这主意不错 还是李中原这家伙脑子好使 你觉得这主意好 好啊 多简单一办法 就把咱俩困扰 这么半天的问题解决了 你说 怎么咱俩就没想起来呢 你是不是傻呀 你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 你爸我妈 你说 假的假离婚又不是真的 假离婚咱们也得去民政局真离啊 我的傻老公 你别皱着眉头瞎琢磨了啊 这事听我的 只要咱俩把这一婚一离 咱这生活马上就备入了小康级别 那得找奋斗多少年啊 想想都开心 见证人 什么见证人 我听你是谁 可是女人 是女人 那 Whenever I know 你看没有 M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真没辙了我才来找你的 那我知道你跟朱南的关系现在有点尴尬 可是 可你能镇得住他呀 我 对呀 你行的 盛南 李中原怕你 你的话他听 他听我什么呀 他怕我什么呀 我告诉你 他从来就没有听过我的话 他逐一正着呢 再说了 以前他就不怎么听 现在我已经不是条老婆了 他就更不可能听了 我给 姐 你刚才说什么 你怎么就不是李中原老婆了 你怎么不敲门啊 你 你别 你别打岔 你刚才说什么 你不是我姐夫的老婆了 谁说的 我 我没说 我 我说了吗 你 你没说 你 你当然没这么说了 就是啊 你听错了 不可能 我听得真真的我 什么真真的呀 你真听错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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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说你越 越解呢 你又结巴了 你肯定没说真话 我没结巴 我没结巴 不不不 我要离婚 我要离婚 你要修了林哥 我要修了林一龙 我 我不跟他过了 你说你 你 你 你们就不能 踏踏实实 该拿多少钱拿多少钱吧 你说非整这事 你今后吃大亏 你说算谁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郭月不干呀 他现在就掉前眼里了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就刚刚他还威胁我 他说 如果我不配合他 他就把这家离婚 变成真离婚 你说 你说我怎么办 这郭月怎么能这样 我刚才明明听这话 是我姐说的 你听错了行吗 你快拉倒吧 姐 你就别跟我演戏了 我早就发现 你俩有问题了 自从你在网上 发的真婚帖子 我就知道 你俩肯定有事 你不会真不想 跟我姐夫过来吧 这个事情不至于已经 哥都给你解了 我姐 你过了吗 你说个故事 你解这不救了呢 什么误会啊 就不可能有误会 你一向是个严肃谨慎的人 不可能在网上 随随便便发什么 征文帖子 可见你是深思熟虑 蓄谋已久的 这事就赖我 我当时我就有了这次 我来不该给你们 出这馊主意 所以啊 所以你们应该 负责到底啊 我跟你说啊 我如果当这个保证人 你们得跟我保证一条 拆监管一下来 立马复婚 那必须的 我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我说心里话 我有点担心过于 就说假离婚这个事吧 我这心里边还难受呢 她就跟没事人似的 有说有笑的 钟月 一定帮我把她监督好了 我跟你说什么好呀我 我怎么给你解释我 兄弟 那可真是个误会 孟小倩 你 你谁啊 别听你姐瞎叫 那是他们给我挤的花名 哥呢叫王子健 是你姐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工作上的伙伴 对啊 工作上的伙伴 你瞎参货什么呀你 好好说话啊 人家还没让你叫他王总呢 你这弟弟说话还挺冲的 跟你一样我喜欢 弟弟啊 别别别你离我元鸟啊 怎么了 我叫袁芬 好有个性的名字呀 芬芬呢我跟你说 我不但跟你姐啊 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而且呢还生活中的好闺蜜 对吧盛楠 对吧盛楠 好闺蜜 不但如此呢 我跟你姐夫 还有月儿姐 龙哥 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对吧叶姐 对对对 你你你你 这话把我让哪儿去了 没让哪儿接 我跟我姐说话呢 你瞎探我什么呀 不是 没让哪儿接啊 你不就问这婚帖子的事吗 这事啊 我可得好好的跟你解释解释 你什么意思 那帖子是我发的 你姐啊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这事是我又起来的啊 就让我来跟芬芬好好解释解释吧 芬芬呀 事情是这样的 你姐跟你姐夫啊 前段时间闹矛盾 你姐啊就来找我 说想出个狠招啊 来收拾收拾你姐夫 这不我呢 老上那个婚恋网站吗 我自己就私自 把你姐的照片登上去了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好好地 气气你姐夫 后来你姐知道了 还老大跟我不乐意呢 还差点跟我绝交了 对吧盛楠 对对对 对 真是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啊 芬芬 你是不是在家园网站上 看到的这篇帖子啊 那就对了 不瞒你说 那上面啊 还有我的真婚帖子呢 不是啊 不是啊 你 你挂南区挂南区啊 你啊 讨厌 芬芬 我跟你说 你在那个帖子上 是不是看到你姐 有一张露大腿的照片啊 好像是有那么一张啊 那是我特意选的 就是为了刺激刺激你姐夫 你姐知道以后 为了那张照片 差点还把我给撕拔了 是不是 是不是盛楠 没错 我到现在还想撕拔你呢 不过这事啊 你们可得好好感谢我 就这事完了以后啊 你姐跟你姐夫啊 又重归于好了 小日子过得还挺甜蜜的 对吧 月姐 是是是是 我也觉得他们俩 越来越腻咕了 这事你得好好感谢任小剑啊 对对对 好好感谢我 对对对 我 我跟那个姐夫 回头请你吃饭 不能关口头说啊 一定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上 差不多得了啊 咱也别耽误上南上班 撤吧 好好好 上南我公司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啊 谢谢你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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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你的这个保证书啊 就是保证你们俩呢 是为了拆迁款假离婚 等拆迁款一下来即时复婚 我这就是签了 来 你们看看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就先 没问题 别看了 忠言 这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我们俩复婚的期限 你根本是签对 别磨叽了 赶紧签 赶紧的 对了 这个是您不写一书 已经签了吗 李一龙 你研究什么呢 咱俩是假离婚不是真的 你跟破协议价我什么劲啊 赶紧签 那我真签了 一龙跟我说你 你有点谨慎过头了 假离婚 既做之则安之 我跟你说 踏实等你们拆迁款了 你们 你们 真离了 又不是真的 咱先别说你们私底下的约定 但这证是真的吧 那在法律上你们俩就是离婚了 你倒是 不是 郭月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呀 怎么就可以这么轻率地 就把婚给离了呢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夫妻 因为这样的事情 最终就没复成婚呀 新闻上又不是没有曝光过 你怎么就那么敢保证 将来不会有什么变故 事实无常啊 你怎么那么傻呀 那你说怎么办 现在离都离了 后悔来不及了呀 是 后悔是来不及了 怎么办呀 走一步看一步呗 既做之 自安之 你跟李中原还真是两口子 这劝人的说辞都一样 你别跟我提他 还不是他出的馊主意 你说我怎么就布了你的后尘了呢 我也离婚了 虽然说过月吧 还有不少毛病 但我 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换个人呀 得了 别跟我这儿气范啊 我那是真的 你这是假的 那我心里也不舒服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最要紧的是什么 让你的邻居们 同事们都要相信 你们这婚离的是真的 你别回头上看出毛病来 不是 证都在这儿了 离婚证都摆这儿了 还有什么是假的呀 你还想让我们怎么着啊 我粗里的想了一下 我觉得 如果能打上一场绝里的嫁 这事就滚把牢了 现在确实提醒 要找人打一架的 好 回来了 喝酒了 还跟中原喝的 我给你弄点汤喝吧 行 行 你等会儿 等会儿 等会儿 干嘛呀 快 快 咱们俩得打一架 别喝点酒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啊 告诉你 领了离婚证 你的小命照样 攥在老娘手里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跟你说的这是一计 一计啊 什么计啊 中原说了 我们俩不能光临离婚证 还得吵一架打一架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们俩彻底已决裂 那怎么着 打一架 打一架 一笔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你喝点酒老娘都怕你啊 我告诉你 这点家产 老娘跟你争定了 我认我告诉你 我总算是跟你离了婚了 我早就跟你过够了 我跟你说 你不就喜欢钱吗 下半辈子你就抱着钱过吧你 你刚才那话真的是不是 我也就现在敢说真话了 怎么着吧 行啊你李棱 你感情一直憋着坏屁的你是吧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还真动手啊你 你就动手了你说 你说你现在说是假的 还来得及我告诉你啊 不是 不是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 你 我 我就这回敢说真话了 我说的就是真的 我给你过够了 怎么着啊 李棱 你混蛋 你这你 你这坏屁 你什么意思啊你 不是不是 你干什么 你再打我还手了 打你心心啊你 打你心心啊你 你自小啊你 李棱 你跟我玩真的是吧 你玩真的是吧 你还真是吧 别那么叫我 我跟你没关系了 李棱 别混蛋 老金爹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 李棱 晓楠 李棱你混蛋的打我 什么 我跟李棱吵架了 你们家李中原说 别让别人相信我们俩是真离婚 你就得打一架 李棱 李棱借着酒劲他真打我 他还说 他早就想跟我离婚了 他早就受够我了 这宋主委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 那一龙他说的是不是气话呀 什么气话呀 他真推我 我头都撞了 他也不管我就走了 那 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你别着急啊 别哭了 你等着我 我就去过去找你去 李中原 你真是够缺心眼的你 我跟你说话永远不听 都是左耳朵右耳朵 都是左耳朵右耳朵 郭月出事了 你赶紧来医院找我 喂喂 什么情况在这儿 我告诉你了别去弄这事 你非不 现在怎么样弄出乱子来了吧 不是我问你郭月 什么情况到底 什么情况 两人打架了 撞脑袋了 然后一直说头疼 现在在里面拍片子呢 你这人怎么主意这么大呀 那天不大呢 我好好的吗 是我答应你了 可是这事顺息万变的呀 是不是 他们来找我 死过让我当这个保证人 我哪儿在他们准备 一条道走到黑呀 我不就喝多了酒 随便说句话吗 我怎么那么晕啊 这么倒霉吗我 躺着也中枪 我看你就不叫躺着中枪 你就直接往枪口上撞 可怎么办呀 怎么办 我告诉你 不到他们俩复婚那天 出的任何事 都得你担着 你 你什么情况吧 片子得过会儿才出呢 我可能得住院观察了 还得出院观察 这么严重吗 我伤的是脑袋 现在还疼呢 林一龙 这混蛋下手太重了